前年7月21日晚上超過100名八衣潤 在元朗港鐵站內 手持木棍、藤條等武器襲擊市民 其中8名被告分別為 報稱運輸公司東主的55歲黃之榮 48歲的電纜技工黃英傑 同樣是48歲的二手車銷售員林官娘 43歲的汽車銷售經理林啟明 61歲報稱無業的鄧英斌 40歲的機械技工蔡立基 60歲燒烤長東主鄧懷森 以及57歲的貨車司機吳偉男 他們都被控暴動和有意圖傷人 林官娘及林啟明今天承認暴動罪 案發在當日傍晚 網上有消息指有百姨人在元朗聚集 由呼籲人去到元朗集會 去到晚上大約10點48分 不少於50名八姨人手持木棍或藤條 在F出口進入元朗西鐵站 歧視大約有100人已經在付費區內 當中大多數都是穿著黑衣服的人士 雙方發生激烈爭執 並且演變成暴力衝突 八姨人用木棍施集 被集者包括一名記者 黑衣人用消防喉灑水和噴射滅火噴霧還擊 而在上層月台和車廂裏面 就有八姨人用木棍襲擊黑衣人和乘客 而案發的時間 林官娘及林啟明分別在西鐵站大堂和月台 向黑衣人和車廂乘客揮動木棍或者藤條 十一名控方證人在西鐵站內 捉白衣人襲擊而遭受不同程度的創傷 包括輕微的觸痛、裂傷 以至嚴重的骨折和血腫 控方在法官葉佐文查問下 透露目前仍然未有完整的證人傷細裂表 因為醫院給錯了其中一名證人的醫療報告 目前仍然等待遠方回覆 業官則質疑為什麼事隔一年多 仍然未能取得正確的醫療報告 又要求控方說在下個月十九號之前 補交所有文件 案件押後到明天 林明否認控罪的被告會繼續受審